金黄色的花朵盛开 一旁还有茶香相伴 这位阿嬷说 来这散步赏花 心情轻松开朗 美丽的景色 也吸引许多人在这拍照打卡 和好朋友分享这个好地方 是呀 亲自喜马虎啊 很漂亮 就是很清幽的感觉 很适合假日来走走 这里位在民间乡 出林虎路的一处农地 地主因为喜爱树木花朵 六年前种了三十多棵的 黄花枫林木 而且美丽的风景 就是要和大家分享 所以每逢黄花盛开 就免被开放给游客进入赏花 我弟他喜欢种 他就喜欢种树嘛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子 很喜欢种花啦种树啊 就刚好有这个土地嘛 那时候花也很漂亮 他就是从那种去外面 剪那个小幼苗 就是剪种子 剪种子开始回来 从种子开始培养 我弟他的种子就是好东西 与大家分享嘛 因为他很漂亮 镜头来到南投市 张河社区快乐园 这里的黄花枫林木也正在盛开 园里还有其他美丽的花朵 这也变成附近居民的秘密小花园 因为我下班途中路过啊 路过哎呦 满惊艳的 上个礼拜天哦 哇 开得好满好漂亮哦 来试试看 哎呦今天 哎呦 看早上也看到很多人来拍 我想说哦 嗯 哎可以进来 那我就进来拍拍看 因为我 我许是追花一足 枫林木花季登场 吸引许多民众赏花 拍照 分享到社群媒体 爱花的民众也要把握花季 趁着好天气 赶紧前去赏花 记得猜凯南投县采访报道